近日,美国国务院发布了2022年7月份的移民排期计划 本以为又如前几个月毫无进展 没成想,7月份的最新排期竟然迎来了两类移民的齐头并进 并且其中亲属移民更是在受新冠疫情影响 停止了两年多之后,首次前行 咱们快来看一看 老规矩,先来看职业移民情况 EB1截出人才跨国高管移民通道 国务院表A7月安排力继续没有排期 申请这个类别的申请人可以同时递交I140和I1485申请 与此同时,表币也没有排期 这样一来,EB1毫无疑问依旧是所有职业移民申请类别中 可以最快速拿到绿卡的申请类别 接下来便是硕士及硕士以上学历的EB注通道 这个类别在新财年开始的前两个月大幅前进了一下 接下来几个月放缓了前进速度,进而出现停滞 终于在7月排期里我们见到EB2也前进了 EB2表A排期前进一个月,排期来到2019年的4月1号 表币排期也前进一个月,来到2019年的5月1号 6月移民局职业移民表币没开 7月是否开放,还要等几天移民局的官方消息 与EB2相对的EB3连续惨淡了几个月原地踏步 在去年10月排期中EB3表A停滞不前 11月的EB3表A排期大幅倒退了292天 排期退回到了2018年的3月22号 表币排期也是再次大幅倒退 289天回到了2018年的4月1号 接下来连续数月EB3排期未动 在7月排期中EB3表A和表B继续停滞未出现任何的变化 没有继续倒退也没有恢复至倒退前的水平 可以说是悲催继续啊 EB3下的非技术类移民以及EB4的特殊移民 7月份最新排期安排也无变化 不过采用这类通道的小伙伴少之又少 所以可能并无太大的影响 接下来就是富人们的选择 EB5投资移民通道 长期保兽排期停滞不前的EB5申请人 从去年年底便迎来了大翻身 现如今依旧保持着利好条件 虽然EB5区域中心排期继续停滞在2015年的12月22号 值投项目排期继续停滞在2015年的12月22号 但EB5新增的预留给农村 高失业地区和基建项目类别均无序排期 所以选择好投资项目 秒拿绿卡也不是梦呀 好了 看完职业移民 咱们来看亲属移民情况 F1公民21岁以上 未婚子女类别 表A排期停滞在2014年12月1号 表B排期前仅47天 来到2016年的7月1号 F2A绿卡持有者配偶及子女类别 表A继续无排期 7月申请的申请人 可以同时递交 I130-I485表格 表B排期从2022年的4月开始 已成为无排期状态 F2B绿卡持有者21岁以上未婚子女类别 表A排期无变化 停滞在2015年的9月22号 表B排期前仅9天 来到2016年的10月1号 F3美国公民已婚子女类别 表A排期停滞在了2008年的11月22号 表B排期前仅40天 来到2009年的10月1号 F4成年公民兄弟姐妹类别 表A排期停滞在了2007年的3月22号 表B排期前仅38天 来到了2007年的11月8号 由此可见 亲属移民的表B迎来了全面前仅 这绝对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 意味着新冠疫情对移民排期的影响 基本宣告结束 所以依靠亲属类移民的申请人 可以早日的等到表B排期 开始公卡回美证等重要过度证件的申请 总体而言7月份的国务院绿卡牌 虽并无那种前进百日的惊喜 但依旧给大家带来了不少积极的信号 已经批远了半年之久的绿卡牌期 希望进入2022年下半年后 迎来大踏步的向前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